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跟我一起来探讨圣经当中的真理 前段日子我们用了许多节的时间来探讨一个主题 就是面对未来 记得上次节目之前我讲到了 以色列人归回他们本地的一个预兆 所有关于末世的预言 都关系到以色列在他们的本土上立国这个事实 那如果以色列没有复国的话 其他预言就不能应验了 那么我的意思就是说 先有以色列的复国 然后其他的预言才会一个一个的应验的 而末世才会来临 今天我要跟你讲 与神子民有直接关系的一个预兆 这些子民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 总的来说 这预兆是讲到圣灵在教会和透过教会的工作 都有戏剧性的增加 圣经对这个现象早就有了预言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彼得在五星节所说的话 这是彼得在圣灵首次降临在耶路撒冷的信徒身上之后所说的 圣灵这种不寻常的显现 使许多不信的人都聚集在一起了 那当时有很多不同的反应啊 有的叫 极笑说使徒和别的信徒喝醉了 但是彼得却站起来 答复了众人的疑问 我们来看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 十五节到十八节吧 彼得是这样说的 你们想这些人是罪了 其实不是罪了 因为时候刚到四初 这正是先知约尔所说的 神说 在末后的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烦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 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 老年人要做异梦 在那些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 他们就要说预言 注意这里神说 在末后的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烦有血气的 就是全人类 在神的子民身上 会有非常戏剧性的 超自然的显示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 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 老年人要做异梦 在那些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 他们就要说预言 要明白这个地方所说的意思 那我们就必须要看看使徒彼得所引述的原文了 他说这份话是来自先知约尔的 那如果我们翻开旧约的约尔书的第二章 就会找到彼得在五星节所引述的那番话了 我们看约尔书的第二章 二十三和二十八节 我们把这两节经文合起来看 就会更全面的了解这一段预言的意思了 好 我们来看看约尔书的第二章 二十三节怎么说的 西安的名就是神的名啊 你们要快乐 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 因他赐给你们和宜的秋雨 为你们降下甘霖 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 跟着我们看第二十八节 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 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 少年人要见异象 神是说啊 要把他的灵浇灌下来之前 他首先要赐下一个应许 就是他要把雨水降在地上 那因此雨的降下 大概就是一个预表 圣灵的浇灌了 那既然这样 我们就必须进一步了解 在二十三节 神所讲关于降下雨水的意思了 神应许 把雨分成两次的降在地上 那就是秋雨和春雨了 我想凡到过以色列的人 都会对当地的气候 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吧 我们必须首先明白 以色列的地方的气候 才能够充分了解 这个预言的含义啊 基本上来说 以色列只有两个季节 也就是夏天和冬天 而秋天和春天呢 是非常短暂的 所以根本称不上是一个春季 或者说秋季了 夏天的气候啊 非常的干燥 通常是从四月到十一月份 并没有一个很确定的日期的 只是大概这样罢了 那令我们惊奇的就是 在整整的几个月里头啊 都一直没有雨水 但是突然会在十月的某一个晚上 那通常是在十月初的那个时候啊 雨水就降下来了 那所以在夏天和冬天的交接那个期间呢 就有圣经所说的秋雨 秋雨过后 那就是冬季的开始了 而这场秋雨的下降 是遍及全国各地的 那然后在冬季的几个月里头啊 会有雨的降下来 但是通常是不可预知的 而且只是零零星星的局部性的一些咒雨 并不是全国性的 那不过到冬季结束的时候 却会有一场遍及全地的春雨了 这场的春雨降下来 那就是冬季的结束了 因此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啊 整个夏天是完全没有雨水的 到了秋雨降下 就开始了冬天了 那之后在冬季里头啊 会有零星的一些雨 而最后最主要的雨 是在冬季结束之时 所降下的春雨了 这场春雨了 是遍及以色列全地的 神借着圣灵向教会所做的 也是这样 雨的降下 就好像是神向教会所浇灌的圣灵 而约尔先知 特别强调的是秋雨和春雨了 在经历过十九个世纪的教会的历史当中啊 这是一个非常真确的事实啊 秋雨就是第一场的雨水 是降在初期 耶路撒冷的教会当中的 而且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啊 当时所有教会都受到了圣灵的影响 成为基督徒一些惯常的一些经历了 这段日子过后 那可以称为是教会历史的冬季 圣灵并没有全面性的降下 只是在某些不同的地方活动而已 但不是全球性的 然而我们知道啊 在冬季的结束 那必然会有一场春雨了 也就是圣灵最后最大浇灌全球的恩雨 我个人深信啊 这场雨的降下 也就要出现在这个末世时代的教会当中了 自从1900年开始 在世界的各国 各大州 各地当中啊 都有圣灵的工作 不同的宗派 不同的背景 都受到圣灵的恩责 这会不会就是春雨的开端呢 那而今天呢 我们出生的时代 就正是神所预定要实现 他在应许的这个时期 那么对我们来说呢 那该是多么大的一个激励啊 不过同时 我们也必须要明白 春雨之后跟着是什么呢 那现在让我们简单的分享一下 在东非所发生的一件事情 我有一位朋友啊 他有机会到东非的肯亚去那儿教书 为期五年 那当然了 他主要的目的是 想要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带给当地的人 告诉他们圣经的道理 那不久 我的这位朋友就发觉了 他们很难接受圣经这本书 于是我的这位朋友就向他们挑战说了 我并不是来游说你们的 我也不是企图来说服你们 但是如果你们在生命当中 经历到神超然的能力的时候 你们就会知道 这本圣经不是从英国来的 也不是从美国来的 乃是从神他自己那儿来的 那之后我的这位朋友就为这件事情不住的祷告 六个月之后 圣灵降临在这间学校的一百二十个学生的身上 这正是《使徒行传》所描述的 竟然发生在东非的一个地方 那后来有一天 我的这位朋友就把这一百多个学生召集起来 对他们说 你们现在已经亲眼看见 亲耳听过圣经所说的预言了 你们真的知道 这不是从英国来的 不是从美国来的吗 那是从神而来的 这是神在向你们东非的人所做的见证 这是冬季的结束啊 春雨之后 那就是夏天 是一个收割的季节了 很多人的灵魂将要归入神的国度里啊 那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子罢了 说明了圣灵浇灌的一个征兆 那你看看我们今天吧 你看看周围 的确是发生在耶稣基督的教会当中 我不知道在你个人的生活经历当中 有没有经历圣灵的浇灌呢 你所在的教会 圣灵的工作是不是很明显呢 那我非常的欢迎你来信分享你的教会当中的一些情形 或者是你个人的属灵的一些经历 好 我们彼此之间互相的带导 互相的帮助 互相的勉励 让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 能够把握着我们所信得到 在这个到处充满了罪恶的这个末世的时代里的话 我们能够有一个圣洁的生活 因为我们对神怀着一个敬畏的心 我们明白了圣经的预言 我们警醒祷告 警醒度日 有一个圣洁的生活 不但是荣耀神 而且借着圣洁的生活 能够吸引那些没有信的人 来到神的面前 让他们知罪悔改归向神 好 我欢迎你来信谈谈你的信仰生活 如果在学习圣经的时候 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也欢迎你来信给我 我非常的乐意 为你解答在信仰方面的问题的 好 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愿神赐福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